新海鎮巴爾 從突之心 新海鎮巴爾 從突之心 今晚的第二場的比賽 將是由畫面左邊的 TV躍躍太陽拳的 BO 仁皇軟球真正選手 要對上的是 WHY SPIDER在畫面右邊看到的 FLY 陳可偉選手 這個軟球感覺 飽受職業傷害所恐 詞話真講 就是職業傷害 看起來就是圓了一點 圓了一圈 球嘛 人家是球嘛 也是啦 這樣比較符合他的一個 ID的一個形象 是 沒錯 好 博這兩位選手 像FLY在上一季 上一季也是 第九 第十名 去打了升降賽 要從升降賽打回來了 因為他最後 他最後呢 就是為什麼會去打升降賽 因為他輸給了軟球BO 最後那一場就輸給了軟球BO 而且他還不戰而勝 先贏一場喔 結果竟然被軟球 倒打三場 對 沒錯 那一戰就是對上軟球BO 結果沒想到這一季 雙方第一場就卯上了 第一張地圖是聯盟 要抽出來的冰霜之地 對 感覺他在開局的時候 還喝水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一幕上現在十一點鐘方向 現在大家一幕上看到 藍色藍色的人類 直接來太陽神神光軟球 好 再來到七點鐘的方向 這個是White Spider的FLY 紅色紅色的蟲組 重新從條件賽打回來 這要復仇 看能不能復仇 對 其實現在重打人是相當相當 就是大家的光明 就是現在有點難打 重打人比較難打 對 是有點 就是現在是來得比較難打一點點 而且又是這個點位 這垂直進點 這個三框超難開 然後這個 這一場要怎麼 那也還好啦 就是開到旁邊就好 好 那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單兵贏 對啊 這兩位選手在上一季最後 FLY是A組第四 然後對上這個 順位還比較低的 B組第五的軟球 對 FLY是不戰就一勝 然後三加兩勝制 所以他不戰就先一勝 然後第一場 第一回合 這個星際七弟先贏了 他已經聽牌了 對 已經聽牌了 就是軟球後 短褲阿伯 連贏三場 亞齊龍破小貝爾十一擊 連贏三場 硬是把FLY給踢下去 去打升降賽這樣子 對 其實這兩位選手 誰去打升降賽 感覺都是 都是很殘酷 跟身分不符這樣子 對 沒錯 兩位都是 其實兩位基本上都是 聯盟頂尖的選手 然後所有一個死神 所有一個死神的一個開局 但是看他出身的一個點位 看起來他要繞遠路 那軟球BO呢 在上個賽季最後這個 打敗了FLY 在網上一級挑戰了 B組第三的Slam的時候 他也是等於 他位階比較低嘛 對 他就是每一戰就先輸一場 後來又連輸Slam兩場 就對面 對 打兩場就收工了 所以他也是排在第七 第八名的 兩萬五千塊的獎金 這 死神往右上角走了 所以這個就 好 他就會很久之後才到我回家 有點感傷 四人圖就是這樣子 這沒辦法 除非你要拉公兵巡 那你不拉公兵巡就是 就是這樣子 他這個 他要往哪邊去 他又要再尋右下角 對 右下角 然後再去坐下角 通常不會直接從那個 右上到對角線過去 你尋對角線 可是你沒尋到 你還是要挑一邊找 對 所以他最後一個 對 最後一個才找到 還是得去 沒關係 因為死神不好看 所以還好 來看一下 順便看一下你的山框 能不能開這樣 晃一下 來了 終於 對 終於抵達了 終於有人了 跑到那邊發現 也沒有 尋到第二個點位的時候 先確認弗賴有在 對 尋了三個點位都沒看到人 是 到底是什麼妖宿 根本上今天要出死神 下面放下的是 後面還補飛機場 這要走的是應該 要走空投嗎 應該是要走空投 因為感覺是 開始覺得比較近 這個算是 至少不是對角線 對 其實這個垂直點 真的還滿近 好棒 這個伊化蟲 有 來一個長蛇鎮有沒有 一瓢長蛇 就這樣子溜過來路 對 沒有碉堡 我覺得這個 狗樹一好 你就 你就要 就尷尬了 籃球 籃球 這個很危險 它雖然在斜坡上面 但是 已經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又呼 趕快堵住 堵住 堵住這個口 輸出是很強的 來 開始 然後 不好意思 工兵大人 工兵大人 幫忙一下 對 幫忙一下 幫忙一下 號稱地表最強作戰單位 不安心 還是需要工兵的一個協助 這些沒用的 沒用的二郎讓哥來 才十兩隻工兵 那也沒那麼虧 那這個 女妖 打一個女妖 這個好久不見 打蟲竹很久不見的 女妖COMBO技 不過 剛剛的伊化蟲上去應該是看到 那個上去已經看到掛仔科技實驗室 那心中已經 大概知道你想幹嘛了 已經升級二本了 這邊的話 Fly打了一個 惡況直接往上攀 這個溜 他在溜 不過應該已經沒有辦法賺到了 這 狗的雖然沒有不多 家裡面先手再說 隱形 隱形的快要好了 然後 然後 然後可以 對 不過包圖牌的時候都已經好了 所以這應該稍好不到了 又被Fly看到了 對 因為已經被看到了 那基本上戰術已經被看到的情況之下 其實不太可能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打傷對手 就已經準備迎接女妖的來臨了 對 而且應該是因為看到的關係 Fly的山礦連開都沒有開了 所以他就直接把科技往上攀 那這邊的話我們看到軟球這邊把第三個主堡也放了下來 開始做自己的一個科技攀牌 放下雙電競工程鎖要雙升攻防 那 這其實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壓制 其實對於Fly來講 就是 雖然 對於軟球來講雖然沒有鬧到 但是其實也不虧 因為 你知道對方就是雙框往上攀 對 雙框往上攀的情況之下 其實經濟是很差的 對於衝突來說 經濟是不好的 對 我已經戰機出來開始 清空中的亡蟲了 對 然後這邊 我們看要把這個礦區開出來 三礦 可以看到了 對 在有女妖的情況之下 這三礦不不好離開 女妖樹可以對地面做攻擊 對 我已經戰機不行 對它降下去 對 它在空中的時候只能打空軍 在地上的時候只能打空軍 好 這個直接把兩個礦區都開出來了 但是上面那個應該要去 下面那個要不要守 它應該會想嘗試守 對啊 看這兩個都 淡定蟲王這次後也不能淡定 還要給我後蟲出來把對方逼 對 這個呢 我覺得這個 這兩個主堡這樣子 這樣下去都不是辦法 因為這兩個主堡這個血量 等一下就算開起來 現在一個空頭放個四隻六折 好 好 剛剛是都要一個分 對 兩個都想守 對 這個 其實算是有卡到位這樣子 打算是很痛 不過 它還是讓它蓋好了 它還是想說要先守住 一下下三礦跟四礦 對 三礦一起下 打這個雙 你基本上如果 二本往上發 因為一般來講 如果我們是打三開的話 我們出飛翔的時候會開四礦 等一下其實一樣的道理 就是你出飛翔的時候 因為你可以把對方壓制在家裡面 對 所以你一樣會開到四礦 只是 就是你雖然說開到四礦 可是你的工兵的數量 其實是比較少的 我看到了鬼雷出來了 爬出來了 這邊的話也開出了三礦 但是非常 應該這個 應該是會有做防守 你媽 這個 沒看到 二礦這邊 什麼都沒看到 對啊 已經12分了 對方雙礦泥 對啊 這個失誤是有點大的 二礦這邊什麼都沒有守 對 這個怎麼會沒有守呢 這個死了15隻公兵 對 現在上主化 主化 這怎麼會沒有守 這個失誤算非常非常嚴重的失誤 因為 你早就知道對方是一個 雙方往上攀 你這個 雙方往上攀的情況之下 手非常應該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 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好 那這樣的話 這一個這樣稍稍下來 Fly已經為自己的事況 這一定要時間 那接下來關鍵就是 軟球接下來一波 軟球接下來的那一波攻勢 如果打不掉 Fly的任何一個礦需 軟球的一個續命 就會出現問題 因為剛剛被殺了 22隻的工兵 所以 這個等於說 軟球要重新開始 把自己的工兵補起來 然後自己的一個步兵 部隊的一個整體的營運 一定會出現問題 對 對 這邊有一個被營炮台 對 又來 這絕對就是一直騷擾 絕對就是一直騷擾 許隨之位了 對 那這邊的部隊一定要做壓制 對 軟球直接 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 好 那邊看到了鬼雷往前爬 對 來 那家裡面 對 家裡面 好 沒關係 那這個礦區 這個是空包蛋 這個礦區給你了 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是要送你 好 那這樣子換下來 其實 這個鬼雷算是有炸到點東西 但是 那軟球接下來要不要打 應該還要繼續打喔 好...不過 不然在那邊 沒有毒爆 有毒爆... 嚇死我 我想說沒有毒爆 這個是聞死了 軟球空投也來 對 空投也來 那毒爆的提數沒好 毒爆提數沒提 這個是關鍵 毒爆提數沒有好 所以軟球這邊是要 家裡面的這個 對方過來的飛躺 有稍微輕了一些 剩不到三隻 對 這個 這個 不然感覺這個騷擾 飛躺全部送光 是有點虧的 對 因為如果你非常全部送光 你... 你這個後面你要怎麼打 我真的還滿好奇的 對 這個怎麼會把飛躺送光 對 繞了差不多就 差不多見好就鎖了 對啊 好 那最後我們來看到 毒爆 鬼人往上走 他已經先上好了 先上好了 等你 再起來 我現在的醫療體 最強大的不只是激動性 當你有了那個 加速的移動 你載人是非常非常順序 對 等於說你多了這一個載人 就是你的部隊 在戰損比上面來講 又是更為優秀 然後 還有一個很寡富貴的 在那裡 不過這樣子換下來 其實因為 我覺得Fly把自己的飛躺 全部送光 所以其實接下來 Fly又沒有優勢 我覺得這有點可惜 這一波部隊你非常 騷擾那麼多了 你拉回來 只要完美的守住這一波 你就是一個大優的局面 你這個 下一波真的 這波部隊其實還是不好擋 因為沒有主力部隊 就是你沒有飛躺 你的突發體數又沒有好的 情況之下 這一波應該快好了 要拖到 要拖到突發的體數好 而且又沒有重胎的一個斜坊 哇 哇 而且攻防還劣勢 一攻一防打二攻一防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長蛇陣 對啊 長蛇陣 對 鬼雷 鬼雷炸得還不錯 非常小心 所以他們走人了 對 這樣Fly 這樣Fly有那種啾啾的感覺 還是送飛躺 這 好 不過現在還是 可以嗎 還是沒辦法 這個機場沒有送到那邊多 沒有辦法 後面沒有獨爆 你就沒有辦法守這一波 哇 三塊要掉了 感覺 掉爆炸了 好 我們看到這邊的話 機場面又直接走上了斜坡 而且大家看小地圖喔 籃球的後續部隊 還源源不絕的登上 對 藍色的部隊還在往上 還在持續在續兵 對 一直往前平靜 對不對 機場兵一直來 你這個礦區只要送掉 應該就... 應該就沒得打了 因為這三礦 三礦被打掉了 你剩下兩礦看也沒得打 哇 我們看到這邊機場兵 一直走... 這個 這邊怎麼會有兩個 這是兩個主堡 對 這兩個主堡沒錯 因為它三礦要四主堡 對 營運上才不會有問題 所以確實是 它只是你那個主堡放在哪裡 但其實你就算 那個主堡就算是放在家裡 也沒有用 因為沒有經濟 你有主堡也沒用 我們兩個主堡 在同一礦區都相繼被打掉 對 這個 它擠不出來獨爆 對 它沒有要再出獨爆 我們看到這個 後面就是全部補狗 對 它 我覺得這場我覺得我真的是 我覺得飛在這場打的是 是非常非常糟的 不知道到底怎麼了 因為前面確實是很大一個優勢 你非常那個騷擾殺 二十幾隻公兵 就是你自己有四礦在手 這個優勢超大 對 感覺是獨爆從頭有點晚下 獨爆的提出太晚 然後非常鬆軟的這個關鍵 那時候我們還說 這個軟球的二礦什麼都沒熟 對 然後你前面的一個所有會戰 你真的 監察同學提出也沒有提 那我們來看這個主題 直接上節目 是我們快來打來繼續 所以是第一回合由 TT躍躍太陽璇的軟球BO 拿下了順利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 我們準備了 我們來的多了 什麼樣子